这里是我现在所在的香格里拉 那怕海自然保护区 远处有一只非常漂亮的鸟儿 让我们放大一点 这是一只戴圣 在我看来 这是最漂亮的鸟类之一 尤其是戴圣红射的鱼罐打开的时候 都像王冠一样 更美的是它飞翔的姿态 还有宽大的人形翅膀 飞起来更像一只巨蛋狐狸 眼前的这只戴圣并没有张开鱼 它很放松 正在密室 近镜头中观察 戴圣又肩又肠会 就融入一根精密领域的探测 能感知藏在狐狸的蜂蟲 或者其他乳蟲的动静 一旦锁定猎物 胃就变成了一双筷子 将猎物从骨里夹出来 抛入口中 喷一下 翻掌 夹曲 喷叶 这是帮助美食的最蠢费怪物 这一次 那只戴圣后来飞到了冰箱 然后 它开始精细过考虑的蜂蜂蜴 你看 它挑出了一只瘦的肉厨 这多只又肥肥的大餐 然而这一次 它没有抛起蹲下 而是叼着手肥肥的地方 很可能 这种大餐是给它的孩子吃的